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选择到月子中心来坐月子 受访月子中心指出需求逐渐增加 目前的入住率超过80% 新手妈妈占了七成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新手妈妈吴美君上个月剩下女宝宝 生产前她和老公仔细考虑了不同的坐月选择 最后决定不请月少选择到月子中心坐月 应该是归三倍左右吧 在我自己的情况我是觉得值得 因为我在这里是家人不在嘛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我会在一个有比较专业的团队 就是照顾下会比较好 在这里就是可以让妈妈休息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可以照顾到他们的宝宝 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传授一些育儿的一些正确的观念 跟一些skills 好像怎么拍格啊怎么喂奶啊知识对不对啊 也是新手妈妈的黄慧仙 同样选择到月子中心坐月以更好的调养身体 因为我家里其实很小 没有办法去请一个陪月嫂在我家住 怎么说我都是新手妈妈啦 所以support很重要 然后他们的陪月餐啊这些 跟一些可能massage的一些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我们现在就是其实每天都一直在跟人事部 就一直在请 不是没有停到 因为我们就是在预备农年的到来 消费者协会受讯时指出 同月子中心发生纠纷的消费者可以向协会寻求援助 消协去年一月到这个月中 供接到两起针对月子中心的投诉 原因是不满意中心的服务和设施 而要求金钱赔偿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